9月22日第三种爱情在北京开发布会 刘亦菲宋城县情侣荡现身 现场仍然嬉笑打闹 更是上演泰坦尼克号经典动作 浓情蜜献傻旁人 外传宋城县节拍第三种爱情时 连带雨一起写集合同的条件 还包括女主角必须是刘亦菲这一条 不过宋城县却吐槽起来 跟刘亦菲合作很多地方都被吓到了 像我们拍戏之前 会和所有人员提前订好演戏走的路线 刘亦菲却常常出现在规定的画面之外 导致很多NG 我就在想是不是中国演员都不太守约定 后来发现是我误会她了 她只是在呈现自己最自然的感情 方式不一样而已 所以特别佩服她的演技 在宋城县的提议下 连人在现场模仿起电影 泰坦尼克号的经典造型 可是当宋城县走上前 环抱面朝观众的刘亦菲时 主帧提议让两人吠一下 刘亦菲突然害羞躲起来 称最近太重了得减减肥 宋城县坏坏的一笑 接话道 谢谢刘亦菲 我也是快抱起来那刹那心想 糟了可能飞不起来 余生醉剂被人说胖 男友尽当众吐槽 男友尽当众吐槽 刘亦菲这时顾不得避急 坐撞要打对方 甜蜜画面都被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9月22日 第三种爱情在北京开发布会 刘亦菲宋城县情侣荡现身 现场两人嬉笑大闹 更是上演泰坦尼克号 经典动作 浓情力献傻旁人 外传宋城县节拍第三种爱情时 连龙黛宇一起写进合同的条件 还包括女主角必须是刘亦菲这一条 不过宋城县却吐槽起来 跟刘亦菲合作 很多地方都被吓到了 像我们拍戏之前 会和所有人员提前定好演戏走的路线 刘亦菲却常常出现在规定的画面之外 导致很多NG 我就在想 是不是中国演员都不太守约定 后来发现是我误会她了 她只是在呈现自己最自然的感情 方式不一样而已 所以特别恢复她的演技 在宋城县的提议下 连人在现场模仿起电影 泰坦尼克号的经典造型 可是当宋城县走上前 环抱面朝观众的刘亦菲时 竹针提议让连人废一下 刘亦菲突然害羞躲起来 称最近太重了 得减减肥 宋城县坏坏的一笑 接话道 谢谢刘亦菲 我也是快抱起来 内刹那心想 糟了 可能飞不起来 余生醉剂被人说怕 男友尽当众吐槽 男友尽当众吐槽 刘亦菲这时顾不得避挤 作状要打对方 甜蜜画面都被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